不过大家好好精算一下 你开电动车录影 它的续航里程 大部分人都会比较担心 那如果你对电动车 有研究的朋友应该知道 电动车为了要保护电池 所以它会长电 那大部分我们都希望大家 就开电动车的时候 不要开到0% 可是就有一位国外的YouTuber 他竟然实测了 如果他的电动车 开到0%的时候 还可以再开多远的距离呢 郑姐 老外真的就是 比较有实验精神 要我的话我不敢 他把这一台B&W i4 M50 拿去开到没电显示0% 然后来看看 我们还可以跑多远 它一个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YouTube 所以它一个一个 慢慢帮你测 基本上到12%以下的时候 这台车就开始限制 boost的功能 不让你超增压了 当然这个是一个说法 电动车没有增压 就是不让你强化你的性能动力 然后到9%以下的时候 它开始跳警示 告诉你说 你要不要看看附近有没有充电站 你是不是该充电 到了5%以下的时候 它加强警示 所有能警示都告诉你 不行 你真的快没电 你赶快去充电吧 然后等到到2%以下的时候 它开始限制输出 剩下75%的输出功率 到剩1%的时候 它已经一半的输出都不给你了 只让你存50% 它会让你尽量尽量省电 因为这时候 你必须要赶快去找到充电站 但是到了0% 我们以为那就结束了 车就停了 没有 它居然车子变得很慢 但是还可以撸 就好像我们放低档滑行这样 就跟撸撸撸撸撸 最后撸多久呢 撸了多远 撸了20.2公里 其实也蛮远的 我一天的行驶离成不到10公里 是 如果在台湾的话 这样真的可以撸得到充电站搞不好 至少可以找到一个类似像是加油站什么 可以赶快求救的地方 所以说呢 它实际测试 告诉你 就算0% 还是可以跑一小段距离 当然我们极端不建议 这个电池对所有东西都不好 而且弄得太危险了 至少别人用入轮的困扰 不过可能就是为了要避免这样的状况 其实在国外呢 现在有一个叫做Leap Charge 就是充电的一个特色的一种 算是新概念的一种充电的模式 有点像艾达刚刚讲的 类似行动电源 但是又更大了 我们现在的行动电源 在车上来讲 可能只能供应一般生活使用 或者至少帮你电发起来而已 这个呢 当然容量更大 然后呢 它大小 外观的大小 大约是20寸的登机箱的大小 其实是方便拿取的 你要放行李箱也可以 然后呢 它大概的效能是怎么样呢 它把它接上你的电动车以后呢 大概从30分钟到60分钟之间 算是比较久 因为这个毕竟效能跟你的快充 是不一样的等级嘛 然后呢 可以换取到了大概32公里 到64公里的续航里程 已经算很快了 对 如果是旧级的话 以慢充来说 它算是快了 是 没错 但是重点在于 它的效率也许不是最好的 但它因为小 所以它可以放在 像刚刚讲到加油站啊 贝利商店啊 就像我们现在在看GoGoRo 它设置了换电站的那个概念 以后如果补及的话 签约的话 它每个这样子的地点 有签约 它都可以放一台在那边 或放两台这边 万一你真的紧急 就是需要这么一点的里程 才能让你回得了家 或者才能让你 去得了充电站的时候呢 它就起了作用了 那这样子的概念呢 它基本上可以用租借的 就像刚刚讲的 有点像GoGoRo的这样子 换电的概念 或者你要买断 放在你家也可以 随时你都放在洗礼箱也可以 如果真的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或者像艾拉刚刚讲的 它想开着电动车 去露营的时候 放一个在车上 好像又更保险了一点点吧 对不对 那台湾会不会有这个东西 其实Zip Charge这个概念 其实它已经在88国申请 就是注册 这88国包含台湾 所以未来也许有机会 加上台湾其实 刚刚讲的GoGoRo 执行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行之有年了 所以台湾便利商店又多 加油站又多 所以要铺设下去 让它广泛的符合大家 日常生活的使用的话 我觉得是不难的 现在就看什么时候 有商人把它带进台湾 这才是重点 对 其实现在的车 就是不论是电动车 或者是就是什么油电车 或者是传统的这种燃油车的话 已经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毕竟造车的工艺 真的越来越进步了 以往我们都会有一些人 就是可能比较不常跑户外的人 像我常看到一些网友会问说 我开的是一台 可能小的前轮驱动的车 我想要上五岭 爬不爬得上去呢 大部分人觉得说 我如果说要到登山 或甚至于我要去溯西 或者是我要去做一些户外的运动等等 都应该要有四轮驱动的车款 好像才能够达到 真的是一定是这样吗 如果今天要去露营 罗哥你觉得四轮驱动是有必要的吗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露营区 你开个前轮驱动或后轮驱动的两轮驱动车 都还是可以上去 以在台湾来说 对 以在台湾来说 因为我们的路况几乎都是薄油路 或者是你到了比较高山即使 那他们也会把这个最后一里路 加了水泥去把它扑平 对对对 不过因为我们露营是这样子 你不太可能永远就是你自己一家人路 对 不是我永远就是 我只去某一些比较低的海拔的地方 不去别的地方 因为你露营 你朋友会越来越多 他会说 我上次去哪个哪个地方还蛮好玩的 下次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这样子的话你就想说 可以啊 当然好 问题是他可能在高海拔 高海拔区 那你也知道我们的山都是越高的地方 路越窄越小都要这样子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那而且到最后一里路坡都很陡 所以你如果只有前轮驱动的话 常常到后面 哇 车子东西都装得重 那你前轮会打滑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 要带小孩去露营 那你又买休旅车 为了装多点东西 那请你真的考虑 多花一点点钱 买四轮驱动是会比较好 那即使是电动车也有很多 四轮驱动的版本 像我们就有开那个IONIQ 5 对这个车来讲是兄弟车 兄弟车 对 罗根你有开它去露营啊 对啊 而且它的那个V2L超好用 我拿来煮晚餐只花了一度电 就煮了半小时的晚餐 对 而且它可以容纳1.8千瓦 所以我可以同时煮个小饭锅 又拿烤盘在那边弄 对 那晚上还可以睡车上 那一个晚上七个小时 花了10%的电而已 你吹七个小时的冷气 然后只有花10%的电 10%的电 当然10%电大概10%的话 以那来车75度电左右 大概7度多电而已 所以基本上是还好 对 对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喜欢电动车的话 那原则上你还是可以选 四轮驱动的版本 选四轮驱动 可是如果你选这个的话 前面它的行李箱会变小 四轮驱动的话 对啦 你就牺牲点 你总是会有所取舍嘛 可是起码你不用带充电宝 对 因为这台车本身是个充电宝 而且如果你晚上可以睡车上 就算不睡车上的话 你也可以拿个 攜带式的冷气机 直接接那个电不是很好 哦 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啊 听起来感觉 其实是非常不错 所以其实连我都有点心动 但是我希望会有更大一点的 这种纯电车 四轮驱动 然后可以睡在车上 例如像Caddy 如果要是变成是电动车 对 这一类的 我满期待 我满期待 了解了 真的耶 我觉得搞不好在台湾的市场 是还满适合这种电动车 如果是大型那种MPV的话 一定会有市场的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 尤其电动车它的车内空间 是更自由自在的调整 没错 这才是电动车优点 没错 没有那些机械的结构